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恩 今天要给大家聊的是 韩国一起非常惊人的前任报复类案件 相信你们在看完之后会跟我一样 情绪直线飙升到这里 好的,请大家示好安全带 我们开始了 2014年5月19日 韩国大邱市山人洞的大邱公寓 一位19岁的年纪女孩全杨 从自己四楼的家里摔了下来 落在了公寓一楼的花坛里 盆古受重伤 好在及时被公寓的保安人员发现 并立即拨打了119 由于从四楼摔下来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所以全杨暂时失去了知觉 但在去医院的途中 他一时模糊 但又急切想要报警 要求将某人送回家 后来警方赶往了全杨的家 并暗响了门铃 但没有人回应 于是警察就试着转了转门把手 结果发现门并没有被锁上 于是就推开门 结果一股血液的味道扑鼻而呆 客厅里一片狼藉 卧室里躺着一个中年男子 浴室里也躺着一位中年妇女 均证实 他们俩是全杨的父母 两人均已去世 全杨的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又为何会从四楼摔下来 后来随着全杨意识的逐渐恢复 他在医院里说出了一个作案者的名字 张再正 张再正25岁 大邱大学建筑工程系在校大学生 担任着学校综合俱乐部学会的会长 2014年2月 刚刚进入大一的全杨 加入了该俱乐部后 与他认识 他们俩逐渐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张再正是全杨的学长 也是他的男朋友 应该说是前男友 因为他们俩只交往了两个月 2014年4月2日 张再正在一次多人的聚会上 当着众多人的面 当场打了全杨几个巴掌 这件事情传遍了整个学校 全杨也向张再正提出了分手 并开始回避他 这个张再正呢 在喝酒后会变得非常的暴躁 喜欢无缘无故的揍人 这其实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欺负全杨了 他们在约会期间就发生过好几次 只不过呢 之前的事没有被学校里的人发现 2014年4月7日 也就是他们分手后的第五天 张再正在学校的厕所看到了全杨 试图把他带走 但全杨做出了反抗 于是呢 张再正便开始了拳打脚踢 并把他拖到了自己的房间 当前呢 全杨的同学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去厕所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回来 于是便开始在学校里到处找他 找了大半天 最后终于在张再正的房间里发现了全杨 并把他带了出来 全杨受了重伤 诊断为脱臼 需要三周时间调养 因为这一次被欺负的比较严重 全杨身上明显的伤 很快就被父亲发现了 孩子可是父母的心头肉啊 作为父母 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恶气 于是呢 全杨的父亲便去到了学校 并找来了张再正的家长 要求啊 张再正当着自己的女儿面 道歉 并且彻底分手 很快 张再正再次袭击全杨的事情 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 张再正呢 也被迫辞去了综合俱乐部会长的职务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开启了他后面的报复犯罪之路 2014年5月19日下午5点30分左右 张再正 伪装成管道修理工 去到了全杨家的公寓 并按响了全杨家的门铃 谁啊 阿姨您好 公寓管理处说小区管道有问题 我过来检查一下 麻烦开下门 好的稍等 就这样 全杨的母亲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打开了门 张再正走进去后 快速检查了房子里的情况 发现屋里就只有全杨父母两人 而且全杨的父亲腿上还打了石膏 于是呢 就随意的假装看了看管道 五分钟后便离开了 根据当天电梯里的监控画面显示 他在电梯里反复看了他的笔记本 因为他的笔记本上有提前写好的剧本 也就是他伪装成管道修理工 进屋时要和全杨父母的对话 不仅如此 在笔记本的背面 还有一排公寓的号码 居然还准备了检查排水管房主的签名表格 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就连犯罪剖析师全日龙都说 很少有罪犯会如此精心地准备台词和道具 当然 这一次登门仅仅只是作案前的踩点工作 他出去后花了50分钟准备了作案工具 包括面粉 绷带 烹漆 烧毒剂 扳手等 下午6点20分 他又再次敲开了全杨家的门 走进卧室后开始装模作样的摸了摸水管 眼看着10分钟过去了 全杨的母亲开始问道 修理管道为什么要这么久 张在正回应说 阿姨 你进来看看吧 谁知道 全杨的母亲刚走进浴室 她就用喷漆喷上了全杨母亲的眼睛 并用盾气多次敲上了其头部位置 并快速锁上了浴室的门 以防全杨的父亲闯入 就这样 全杨的母亲最后被攻击地停止了动弹 在确认全杨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后 便打开了浴室的门 这时呢 腿上打着石膏的全杨父亲 还没来得及逃向正门 就被张在正从背后袭击了 并把全杨的父亲追到了卧室 并在卧室里解决了他 因为地板上有血液流动 他便撒了些面粉在上面加速血液的凝固 就这样 全杨的父母双双欲害 这时呢 家里的狗开始冲着张在正凶猛的吼叫 他便把狗扔进到洗衣机里 让他永远地安静了下来 别以为这是他能血无情的初犯 能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事情的混蛋 其恶毒的种子早就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 据说他在部队服役的时候 就袭击过他的继任者 当时还被判处了一年的有期徒刑 和两年的缓刑 全杨与他认识到此时此刻也就才三个多月 这么短时间至于结下如此深仇大恨吗 而且还夺走了两个无辜家长的生命 更不可思议的是 作案结束后他并没有离开 还在客厅里潇洒地喝起了酒 并拿走了全杨父母钱包里的钱 这到底是什么奇葩的怪异操作 更气人的是 他用全杨父亲的手机给全杨发了一条短信 说给全杨准备的成人节礼物 让全杨赶紧回家 5月20日凌晨0点30分 全杨回到了家 张赛正在门口抓住了全杨 把他带到了浴室 并给他展示了已经遇害的母亲 并告诉全杨 他的父亲还活着 如果想要解救自己的父亲 就要按照他说的话执行 悲痛欲绝的全杨没有选择 只能答应 结果这个混蛋 竟然在这个时候 这个现场 让自己的前女友解掉身上的衣服 并强制和他发生了关系 结束后 张赛正又向全杨展示了他父亲的遗体 全杨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当时整个人都要窒息了 并开始了大声尖叫 他甚至刚刚还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 和这个恶毒的野兽发生了关系 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已经到达了崩溃的顶峰 于是他开始失控地伤害自己 张赛正看到后阻止了他 把他关到了房间里并锁上了门 并说 对不起 我是俱乐部的会长 但是因为你 我辞职了 我毁了我的生活 并一直要求全杨道歉 还扬言说 要把俱乐部里相关的成员 和全杨的朋友全都干掉 全杨被关了几小时 趁张赛正又开始在客厅里喝酒的时候 也就是早上的九点左右 全杨从四楼撬了下去 掉在了公寓的花坛里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并且及时被公寓的保安人员发现 送去了医院救治 赏赏都觉得可怕 你说要是保安人员没有看到全杨会怎样 说不定又会被那个混蛋带回去 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后 张赛正逃出了全杨的家 他进若无其事地走进了一家超市 并对着超市的收银员 威慑地说 自己的手受伤了 所以有血液 他还和收银员聊了会儿天 最后买了些饮料和零食 回到了自己在学校周边住的房子里 又开始喝酒睡觉 据说他是在案发后的第20天才被警方抓捕 部分原因应该是因为全杨从4楼撬下来以后 恢复意识再到处真相 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好在他最终还是被及时逮捕了 抓捕他的当天 他还在自己家里安稳着睡着大觉 毫无惊慌 并表示自己本来也打算自首的 2014年9月19日 法院一审判决张在正死刑 你要知道 韩国从1997年12月以后 就再也没有执行过死刑 而且世界几乎都已经默认 韩国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 但这起案件被当作了特例 再次实施了死刑 法庭说 我无法理解犯罪动机 被告闯入了受害者最有安全感的房子 他以残忍的方式迫害了全杨的父母 并将全杨引诱回家 威胁了他的生命 通过一次给全杨展示父母的遗体 给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冲击 而且他还受了重伤 需要接受112天的治疗 这给全杨及其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而且损失无法挽回 在这一审之前 张在正从未表现出任何的悔恨 因为在他眼里 最严重也就是无期徒刑 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当他得知 一审的判决是死刑以后 表示死刑不公平 并要求上诉 于是他便开始 无耻地写了60条反思陈述 并表示自己可以接受无期徒刑 他倒是想得美 最终三审下来 他如愿喜提的死刑 成为了韩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死囚 你说再好的孩子 如果遇上了错误的人 也会变得不幸 对于年轻的孩子们 学会如何分辨人 远离错误的人真的太重要了 希望这样的事情 以后就不要再发生了 大家平时在给陌生人开门时 也多多地提高警惕 但也不要过于地害怕 毕竟能拿出来聊的案件 也都是一些比较少见的个例 咱们如今的生活 还是很美好的 好了 今天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 请记得给我点赞 加个订阅 我是肖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咱们 订阅 咱们 订阅